对于女人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分洁,懂得自己爱惜自己,男人最看重女人的也是女人的真洁,女人的清白,所以一个好女人永远都是懂得自尊自爱,不滥情,不乱情,有一颗安分守己的心,懂得和男人们之间的分寸,能把握好和男人们之间的关系,朋友圈很能看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,很多人总是在刷朋友圈,在发朋友圈,朋友圈有这四种表现的女人,不会是好女人。 一,发带有诱惑性的自拍照,有些女人特别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的自拍照,都是经过自己精心批过的,专门挑性感,带有诱惑性的自拍照发在朋友圈,这样的女人一点也不懂得保守,特别开放,她觉得这是一种美,想让大家欣赏自己,喜欢自己,你点进去这样的女人朋友圈,会发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自拍照。 二,倾诉内心的伤感,寻求安慰,有些女人特别喜欢,总在朋友圈发现自己内心空虚,无聊,伤感的句子,流露出自己的脆弱与无助,想寻找别人的安慰,这样的女人通常比较随便,也比较open,她总是渴望有人能陪陪自己,安慰自己,才会在众人可见的朋友圈里发现耐人寻味的句子。 三,每个动态都有很多异性的各种回复,有些女人异性朋友特别多,关系也都很密切,她的每一条动态,都会有很多异性在下面畅首预言聊开了,话语中都带有暧昧与挑逗,打打闹闹,很是热闹,她的动态下面始终都很活跃,她也喜欢去点赞和评论异性的动态,每个异性朋友的动态下面都有她的声音。 四,宠爱转发和男人有关的帖子,有些女人对男人特别感兴趣,总是喜欢转发各种和男人有关的帖子,每天情爱爱的,男人这样男人那样,这样的女人天生耐不住寂寞,总是想帮设法的去得到男人,每天她的小心事都在男人身上,骨子里就有一股往男人身上扑的紧。 朋友圈也是社交的一种方式,可以通过朋友圈了解到一个人的动态和心理活动,很能看出一个人在想些什么,做些什么,当然也能看出一个女人很多内心活动,对于在朋友圈有这四种表现的女人,男人最好还是不要碰得好。